這個章節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Windows Server裡面的Hyper-V管理員 裡面所提供的一個功能叫做副本 副本的設定在什麼地方 副本設定在Hyper-V管理員 這裡 裡面我們要放到最大 裡面的Hyper-V設定 Hyper-V設定我們前面有介紹過你的存檔的位置 這個位置還是在不驗其分提醒各位 你只要重裝過後 請你把你的內定的位置把它設定一下 知道吧 好 那這個位置呢 以後可能會變 因為你放在網路上的視點 知道吧 所以呢你可能是會換到別的地方去 這個地方 好再來呢 底下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呢 最底下有一個功能叫做複寫設定 有沒有 好這個地方呢 請你點一下它 這個複寫的功能 它主要是針對兩台主機 對不對 一台主機裡面的虛擬機器呢 像我這邊的虛擬機器 可以呢 把它備份到另外一台一個 Hyper-V的實體機 好 那這樣的一個動作呢 是確保當你一台主機掛掉之後 你可以手動 手動呢 去將另外一台機器裡面的虛擬機器 把它手動開機起來 那你這時候是不是不用去做一個複製貼上的動作 那這個功能呢 我跟各位講是做在實體機上面 不是虛擬機知道吧 虛擬機是不是裡面 對不對 那實體機呢 你做在實體機上面是因為要管理虛擬機器 知道知道吧 好那這個功能呢 它有兩種一個設定模式 好 那剛剛呢 這邊有給各位看 第一個呢 你看一下 我們把它打個勾 它有一種模式叫Curbers Curbers的模式呢 要透過我們的網域 第二個呢 是透過平鎮 那因為我們沒有平鎮 要知道吧 所以呢 我們這一套 要把它加入到你的網域上面 所以說呢 你這時候呢 如果公司內部沒有網域的話 你要自己加一個網域 把你這台主機知道吧 要把它加到你的網域上面 透過那個網域來管理 你才可以達成這個複寫的功能 不然你就要去設定評證 這樣了解一次吧 好 這邊呢 打個勾之後 這裡呢 我們要選擇是Curbers 指令會是80P 好 那這邊呢 往下移動 第二個設定呢 是不是來看一下 這也是允許來自任何已驗證之伺服器的複寫 這個是所有都可以過來 知道吧 在你的區域網路裡面 是不是這樣子 那這一個是什麼 你允許誰可以過來 像我們現在在上課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自己的IP 所以大家都可以來付錢你 那你的電腦就變成 就當成公用電腦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我們一般都會內地會去設定一個叫允許來自 知道吧 所以這裡沒有任何事物一起表示就沒有 這樣懂嗎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先來第一排的 好 第一排的先設定成複寫 讓第二排的人呢送過去 知道吧 這樣懂嗎 那我算第二排 我在第三排 知道吧 第三排設定複寫 第四排當主要 所以主要的要不要設定 主要的不用設定 現在是被複寫的那一台才要設定 知道嗎 所以呢現在呢大家 第二排跟第四排不要做 你只是看而已 但是呢 要送的時候是你要做的 不是複寫要做的 知道吧 所以呢 你現在看一下我們現在來第一排跟第三排 有沒有 看左這邊 好 這裡呢要特別注意一下有一個新增 好 新增呢 我要去主要去找一下 這個要打上我們的網域名稱 那這個網域呢 要包含你整個主機名稱 那你這台電腦 知道吧 你這台電腦的名稱是什麼 來看一下 是A404-H00 我的名字嘛 那同學可以先設 等一下不要勾就好了 來第四排第二排可以做 但是先等一下這個勾 打勾拿掉就好了 懂我意思嗎 等一下這個打勾再拿掉就好了 來 那現在是不是要新增 那新增是什麼 自己要找自己的電腦 那我主要伺服器是誰 A404-Z 對不對 幾號 那個 12 15 10 15 16 17 我是17號 誰是我的主要伺服器 是不是這樣子 知道吧 你們要互打對方的吧 他問題是誰是我要可以 有沒有 好 點 WTAW99.com.tw 再來 主要伺服器是不是對方那一台 對 我這一台 不是不是不是 主要是不是對方那一台 那好 對方的機器是不是要把他的虛擬機 要放到我的電腦來 對 所以放到我的電腦來 我是要設定那個放的位置 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按一下瀏覽 放在什麼地方 當然你可以自己指定 懂意思吧 那我們是不是放在HyperV底下的 這裡會有兩個資料夾 但是他呢 就是要你指定某個地方來放 所以我們這邊呢 再按一個新增 空白地方 按個新增資料夾 好 我們就用個 B A C K U P 好 備份 好 是放在這裡 什麼是指向自己的 這樣知道意思嗎 我是放到自己的 HyperV 你是Vega 對 好 這個就是誰 這台主機的虛擬機器 可以放到我的F槽裡面的這個資料夾 好 我們放在HyperV裡面 用虛擬機的名稱來做 那是為了要好管理 對不對 我有跟各位講過 虛擬機器放在任何地方 你的虛擬機器的檔案 跟你的虛擬機器的檔案 兩個分開放在任何不同的磁碟 都是可以開機的 只要你的這台主機能夠抓得到 但是是不是不好管理 對不對 檔案分開嘛 這樣了解嗎 所以呢 不好管理 所以我們才會請各位 練習學習的時候 把它放在同一個位置 對不對 以後你去外面工作 也是一樣 放在某個Storage裡面的 一樣再建個HyperV讓它來放 知道吧 好 這裡有一個指定群組 這個群組呢 你就隨便打就可以了 但是呢 兩個都打一樣 我們就用TEST RTEST 好 TEST 好 這樣呢就完成了 就按下確定 好了 那第一排的同學打個勾了 對不對 第二排的同學呢 把這個打勾拿掉 第四排同學打過拿掉 我們拿掉 對不對 也拿掉 這樣知道意思嗎 好了 那我現在按下套用之後 好 有沒有看到 會出現一個動作叫做什麼 設定防火牆 它的防火牆是被擋掉的 知道吧 所以說呢 你要讓它能夠跑進來 了解是吧 好 那你這個防火牆 這只是一個 這個只是一個設定說明 好 確定之後 好 我是不是按確定 好 這時候我們還要去做什麼呢 去我們的這台主機 是不是要去設定防火牆 對 防火牆內地是開啟的 去點它之後 好 這裡呢 它會有一個 好 防火牆的變更通知裡面 等一下 這一個 這裡 允許 允許應用程式這邊 這邊呢 它已經幫你勾好了 幫你寫出來了 你只要來這裡找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裡 是有一個副本 它的程式放在這裡 你知道嗎 所以在我們的防火牆裡面呢 允許應用程式通過 這裡看到了 這裡呢 兩排四排都可以先做 每個人都可以先做 這裡是走透過HTTP 你走的是哪個防火牆 不知道是不是三個都勾 對不對 好 這邊 要勾起來 最少就勾起來 好 好了之後按一下確定 好 這樣才完成整個設定 了解嗎 設定很簡單 打個勾 就做好了 好 這個地方呢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好 那我這邊呢 是不是等一下會有WIN10之二 把它匯到我這邊拿 對不對 好 第二排跟第四排的呢 把你的WIN10之二 有沒有 把它啟動起來 對不對 好 它現在是開機 好 那我現在呢 喔 這個有點錯誤 喔 看一下這一台會不會開 好 好 好 遺書 掉了 跟這個應該 好,這台呢,衛遲之後已經開機了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剛剛呢 這台主機這個地方,這台主機嘛 我來看一下我把它打鍋拿掉 對不對,打鍋拿掉 這台主機是原色的 那這台是主機 那主機呢跟我在講,你剛剛看一下 我連到的是遠端,這台是遠端 這台是我副本伺服器有沒有 好,兩台機器呢我們來看一下左邊右邊 等一下給各位看 好,這邊呢你可以看到這台機器呢 好,我現在把它放到最大了 來,我要去把第二台 我要送到主要副本伺服器去 你要按它按右鍵 好 各位看一下呢 好,這台呢你就可以看到,這裡有沒有看到 這一個檔案 這一個虛擬機器呢,按右鍵 有一個叫做啟用複顯 有沒有 然後我們再來,啟用之前再來檢查一下 這底下是不是複顯 好,啟用複顯 知道吧 好,啟用複顯之後呢,按下下一步 再來呢,它要叫你去選副本伺服器是誰 對不對 那副本伺服器呢,我們是可以按下瀏覽 好,這個時候等一下喔 那這邊呢我們去點選 我們的這一台主機,虛擬機器按右鍵 點選啟用複顯 那它就會有一個精靈 好,精靈之後按下下一步之後呢 那因為我們的機器你要確定你是用網域管理者登錄 知道吧 那兩台主機是不是登錄網域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按瀏覽的時候呢 好,你就可以去找到 找到了我們這個網域 對不對 那這個網域呢各位呢 因為大家練習的時候 大家是不是都加入我同一個網域 所以你不要連錯主機了 知道吧 連錯就進不去嘛 所以呢,好,剛剛17號是不是要 要連到我的靈靈對不對 這是找靈靈,按確定 按確定,是不是連進來了 看到了對不對 好,那你看呢 只有一個人做而已齁 第一排跟第三排不要做知道嗎 這是等一下你們才要做的 知道吧 現在是第一排跟第四排 第二排跟第四排做 對啊 對啊 都沒有注意聽啊 第四排啊 第四排啊 好,我們選好了對方的電腦 像這一台是17號對不對 它是主要的 我剛剛呢,00已經設置我是17號的副本伺服器對不對 所以說呢,我現在主要的 要把檔案丟到00這台副本的 好,我就按下下一步 好,它現在要去做一個驗證 好,是不是就驗證通過了 有沒有,通過就會跳出下一個 然後呢,就按一下 我們使用的是COPUS 所以你如果選這個就是錯的 知道吧 好,這個POP有看到 這個POP現在是不是443 80 80嘛,對不對 好 好,這裡呢 它有一個壓縮傳送 好,這裡沒有關係 好,就讓它壓縮傳送 好,按一下下一步 其實 連接破443 我們應該也要開了 好,沒關係 來,下一步 因為這有內部而已 好,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是不是有一台機器 是不是你剛剛那台機器 對不對 那這裡呢,為什麼讓你選 因為你的虛擬機器可能會有兩個 硬碟檔 知道意思嗎 主硬碟跟次要的都可能會有 所以說呢 它會讓你去選 好,這個呢 機器硬碟沒有問題 之後按下一步 好啦,這都是我之前有講過 如果你今天普通的時候 是不是30 不急 大概5分鐘、10分鐘、15分鐘就夠了 你要看你這台機器的特性 你如果這台機器是一直在存取資料 15秒是不是就要傳一次 1秒太多 其實1秒很負 馬上就要在什麼那裡傳 所以它給你設一個15秒 所以我們一般 我們就設5分鐘 普通的話 沒什麼變化就5分鐘 就夠了 知道吧 好,按一下下一步 好啦 這裡呢 它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保留新的復原點 一個是建立每小時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因為你在複寫過去 是不是第一次有檔案 全部有檔案 第二次是不是又再複寫過去了 但是呢 你這個數5分鐘一次而已 對不對 但是今天如果只有一個小時過了 它要不要幫你做一個復原點 它一個小時幫你做一次復原點 知道吧 5分鐘、5分鐘、5分鐘、5分鐘 一直5分鐘對不對 到了最後一個小時 這個一個人 它不會5分鐘幫你做 不然你檔案太大 知道吧 所以它為你要不要建立 額外的每小時復原點 那我們現在列起可以不用 知道嗎 好,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說你的機器不是 雖然很重要 但是不是非常非常重要 對不對 都還好 最新的就夠了 好,下一步 好啦 我們是不是要透過 網際網路來連線 對不對 好,我們是不是要立即復寫 我說過啦 你要復寫的時候 可以指定什麼時候來做嗎 你今天早上做好了對不對 你說晚上下班的時候 十點再來做 你就在這裡設時間 那你回家之後明天 對,來了就好了 其實呢 很多台的時候才做時間嘛 那你時間是不是一台 設定的是幾點 第一台是十一點 第二台是十二點 第三台是一點 兩點、三點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你的網路就會比較快一點 好 那我們現在按下立即復寫 你不要做知道嗎 你只是看而已 等一下還是你做的 5分鐘 5分 這個是第一次要call過去的 對不對 對,第一次整個檔案是要先call過去 5分鐘是有異修 有差異性的檔案才要call 好,下一步 好,就按下完成 好,這時候呢 你會看到這裡就出現起用不寫了 好 好 你們的跟我一樣嗎 你們的可以 好,這個部分呢 我先暫停一下到這邊 來,按一下按確定完成 好,那按了完成之後呢 好,這邊就會在正在執行當中的這一台機器呢 你可以看到後面有一個正在傳送副本 好,那這一台是主要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的副本伺服器這邊這一台 這一台呢 是不是正在接收一個 有沒有 正在接收副本 有沒有 以這樣的模式來看呢 你就可以看到說 我的機器呢 是從主要的 有沒有 主要的這一台機器 主要的這台機器 來,我把你移過來 主要這台機器呢 117 這台放到我的副本伺服器這一台 所以呢 等它正在跑 它正在跑 等它跑完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了 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是主要伺服器 它把它的 hyperbeat檔案 虛擬機器呢 移動到 有沒有看到 這一台 移動到這邊來 有沒有看到這一台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呢 現在後面正在接收 有沒有 正在接收 這邊正在傳送 好 再來呢 你可以看到它已經接收成功 成功 成功之後這邊就沒有任何動作了 沒有任何動作了 好 那沒有任何動作了 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呢 這台是主要的117 對不對 來我來看一下呢 那底下的呢 這一台 機器點一下它 是不是有一個副寫 剛剛我們前面看了 我把畫面放大 來看到有沒有看到 這是主要的 主要伺服器是17 副本伺服器是00 對不對 對不對 加上來就是說主要在這邊 那我去呢 副本伺服器去看 好 這台去看 這台呢 是關閉著 來看一下它的副本 是不是一樣是 副寫模式是不是副本 我在機器裡面 這一個是什麼 副本的機器檔案嘛 對不對 這個不是主要的檔案嘛 懂意思嗎 這個是副本的檔案 然後呢 它的主要速度是17 00是不是副本 好 什麼是同步的 就是什麼 322號9點25分 那它5分鐘之後呢 照樣再同步一次 那這個呢 我們等一下再來做後面的一個練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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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